大家好 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2年1月9日 星期日 今天我去了某間酒樓喝茶 他說要打了針 才讓我進去 之後我轉去第二間 他又讓我進去 不過都要用安心出行 我都不知道現在吃晚飯 吃晚飯都要打針 進去吃 我真的不知道 現在開始做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 有些酒樓開始先 好像還沒開始 真的 那間店 我不開名 免得幫他賣廣告 以後不去 多謝大家 現在開始今天的新聞 洪衛文單夜 13個高官因為出席晚宴 而被人罵 他們一年來已經逐一發表聲明 聲稱當時7點多離開的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陳積智 今早就出聲明 他說 現時已經不需要接受隔離 並且回復工作 他又強調 是有使用安心出行的 翻查紀錄 13個人 只有3個人明確表示 是有用安心出行 另外兩個是 創新及科技局副局長鍾偉強 以及政治助理張曼妮 13個人 只有3個人 表明是有用安心出行 那那10個呢 政府不用查的 那些黃店 一個不用都馬上釘 馬上釘萬事了 那那家人還不封譜 很離譜 另外入境處處長歐家宏 是唯一一個無法確認行蹤的 問責官員 歐家宏早前就在聲明說 他當晚向朋友道賀後就立即離開了 沒用餐 只是站在外面 因為見多人站在外面 說他嗨就走了 你們信不信呢 他沒有回復自己有沒有使用安心出行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就在記者會上形容歐家宏這個個案複雜 這個歐家宏肥老 很有趣的樣子 不知道怎麼形容他 歐家宏的樣子大家覺得像什麼 至於徐英偉 他就再度自協 現在還在隔離營的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 今天就在Facebook 贊文 他就說對事件再度自協 指有一天隔離並非假期 這個其實是私過的時候 他指雖然是驗證假期進行 這個檢疫 即是他放了他的假期 用他的假期來檢疫 他依然不忘記在 隔離營道 批改文件 並深切反省 他自認愧對市民大眾的信任和期望 損害了抗疫大局 你對不起中央 你實在炒 強調日後 定會加倍謹慎 謹記教訓 不會犯同樣的錯誤 徐英偉強調 初心始終如一 盼望痛定思痛之後 未來能夠加倍努力服務市民 未知是不是暗示希望風波後繼續留任 他在文中 即是Facebook的篇文 就是這樣簡介 他說自己6時就會起床做運動 之後就會開始閱讀和批改文件 為出營後的會議工作做好準備 連晚上的休息時間 我都會打開平板電腦閱讀的 一直讀到深夜 深受啟發 思考政策 他說作為民政事務局局長 需要不時貼地 聯繫各界人士 但是防疫工作 抗疫工作中也有任務 應當以身作則 承認這次確實考慮不周 提到當天 完成工作直到晚上9點多 才去到 長道祝賀 即是去到紅維民那裏 逗留到10點多 司機 載我回到政府總部閱讀文件 不過徐英偉強調回想之下 認為官員並非普通市民對自己應該有比一般人更高的要求 在抗疫這個最緊要的關頭 我應該 更加警惕地遠距這個邀請的 他說 已經發生的事是不能改變的 我對這次發生的事非常抱歉 愧對市民大眾對我的信任和期望 亦都損害了抗疫大共 我再一次說一句對不起 日後一定會加倍謹慎 不說他那些不犯同樣的錯 又指當前最重要的任務是團結一節對付新冠病毒 堅強 堅決地打贏疫戰 大家願不原諒徐英偉 我沒有意見 我一定要說說我最尊重的蕭澤宜 蕭Sir 警務處處長蕭澤宜 101 需要優駕前往捉高彎 接受檢驗 由副警務處處處處長 由於因為初步確診的香港電台普通話主持楊子晶被判斷為假陽性 部分人就提早放監了 包括蕭澤儀 公共關係科回覆記者查詢的時候 她說 政府疫情記者會交代了有關事件的最新進展 我們暫時沒有進一步資料提供 警務處處長已取消休假如常履行職務 這件事 洪惠文派對那件事 我最後想說多一個人 不是高官來的 我想說抗美魂 因為我看到資深傳媒人潘小濤 Facebook出了一個po 他就說 為了派對 你設定了頭 化妝 選漂亮衣服 選手袋 搞了幾個鐘 去到門口見人多 站一會連卡都不打 就掉頭走回家 換衣服 下妝 潘小濤的po是這樣的 抗美魂說自己見多人就掉頭走 大家覺得很順順嗎 抗美魂是不是很搞笑呢 他的借口 在門口因為看到太多人就掉頭走 洪惠文說到這裡 開始 要說的都說了 何君堯說的 我們之前的節目也有同事說了 說陳同佳 台灣殺人案疑犯陳同佳 出獄了兩年之後 依然還沒有回台灣自首 協助他的新任立法會議員 管浩明建議 政府可以考慮以域外法權方式 付權給本港法院審理這件事 但承認難以解決案件追溯力的問題 管浩明強調 陳同佳自首的意願從沒有改變 但由於他們兩個已經被台灣當局列入黑名單 無法前往台灣 即使查詢航空公司的班機依然會拒絕 依然是被航空公司拒絕的 不讓他查的 他敢說 我不信 政府的僱員2月中起進入工作地點 必須要接種新冠疫苗 港鐵之後就會跟隨 港鐵公司今天就出通告 無論全職和兼職的同事 必須在2月23日或之前 接種首劑疫苗 才可以進入公司範圍 並須要在4月30日或之前接種第二劑疫苗 包含各車站的員工 港鐵強調 從2月24日起 除了豁免群組外 公司將不接受其他 替代方案 我想問港鐵 你這些員工是否不讓你搭地鐵 你公司範圍 他下班是否你的員工 港鐵有五成股份 是政府的 沒得說 什麼是豁免群組呢 即是據有效的醫生證明書 證明其健康狀況不允許打針 或者正是懷孕 衛捕無語的人士 不過豁免群組需要在2月24日起 三天進行一次病毒測試 真是逼人打針 好像要自費 講兩宗警方破獲的案件 警方在前日 7日堵破一個隱藏在尖沙咀 雙住堂樓的兒童式情場所 抓了一男一女的女主持 以及五個 涉嫌衰十一的男嫖客 哇 慘了香港有這些 你們明白嗎 找初忌 給人們搞 帶走兩個分別是十三和十五歲的女童 並追緝同案最少三個女童 警方指這個場所極為有組織 嫖客也是熟客 男主持透過社交媒體 發放初期的直班訊息和餘約 以幼幼處女 這兩個字眼 和盟養拿來做招來 吸引有這些性癖好的男子 光顧每次的獄金 1300到2500元不等 和女童三七分帳 據悉案中的女童 而被人以毒品 利有 參與賣淫 13 15歲 吸毒 另外 警方在葵涌廣場 進行掃毒行動 突擊搜查一間店鋪 檢獲32款超過100件含有大麻的貨品 拘捕一男二女涉嫌販毒 三人分別是該店鋪的負責人 職員和一個學生暫時給保釋 三月上旬到警方報道 警方那邊就說 這些產品主要來源地是北美洲 每件以數十到數百元不等 總值大約4.5萬元 4萬5千 其中包括八百件糖果蛋糕和餅乾 其包裝標明含有大麻或者大麻油的成份 其餘的產品分別是香薰精油木肉露那些部分 都聲稱含有大麻成份 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好了 星期日就做到這裏了 大家記得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訂閱我們的後備頻道 以及星期二新聞集團 訂閱我的Patreon 月費贊助支持我們 多謝你們 拜拜 多謝你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